我们大兴的根基地装修正在进行中 嗨大家好 这几天除了忙工地上的事 我们大兴这边住的小别墅也装修进行室 上次来的时候里面还是一片慌乱 一片荒凉 但是这次来已经不一样了 内外已经全部变了样了 上次来的时候院子还非常的都是杂物 现在已经全部收拾出来了 我们的工人干活还是非常给力的 然后内装也已经进行了两天了 二楼的砖都快贴完了 包括我们庭院砖 跟一楼的地面砖已经全部拉过来了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些地砖的搭配 院子砖跟一楼地面 还有一楼大的卧室的 搭配的是这种暗塘连的砖 这是室内砖 然后院砖的话又是另外一种砖 可以看一下院砖也是古建地砖 就是这种砖 可以看一下 这是五福腾寿的一种砖 这是庭院砖 到时候会铺一个涌道出来 然后二楼是我们主要一个居住 跟办公的区域 就是用的别的砖了 我们室内看一下这两天的进度 后期这个门厅的塑缸就要全部拆了 这里改成一个三部台间 然后做一个锤带踏步 就用那些古建地砖来铺 然后进来里面之后 就是铺暗塘连的地砖 这边后面是放一个大的茶砖 喝茶接待用 然后这个客厅整个后边 全部铺成塘连的地砖 然后这个一楼的卧室 主卧后继准备做一个大的餐厅 来朋友特货什么呢 可以在一会儿喝茶吃饭 这边也铺古建地砖 然后这里锅炉房 跟这个是厨房 就要铺普登地砖了 像小的卫生间 包括楼梯间 就是用30x30的小砖 其余的都是80x80的砖 古建地砖这一块尺寸是 60公分乘60公分 可以看一下厕所现在 已经铺出来一个卫生间的地砖了 这是厕所的砖 全部是30x30的 然后师傅正在铺楼梯下面这一块 把下面这一块铺出来之后 就要开始铺楼梯踏步了 踏步的话全部是90宽度 踏的宽度是30 像楼梯踏步的楼梯间 后期全部用80x80的砖 就是普通的砖了 二楼主要是我们一个 我们自己休息的区域 我们的设计师 我们的摄影师 包括业务员休息的房间 师傅现在开始贴这个洗衣房了 里面包括上二楼的特殼 都已经贴出地砖来了 跟下面一样30x30x30 现在开始贴这个洗衣房 这是就80x80的砖了 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厕所 都已经贴出来了 跟一楼是一样的砖 看上面两个大卧室都贴出来了 上面就全部用这种地砖了 80x80的一个 仿大理石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一下灰色的砖 然后这边的卧室也贴出来了 这边的卧室 而且还是带阳台的 这师傅施工速度还是挺快的 也是我们河北邯郸的贴砖师傅 都是老手艺的师傅了 贴完洗衣房之后 就开始贴楼梯这一块厅了 这个厅包括后面的阳台 都要全部铺出砖来 阳台到后期 这里要全部封个玻璃顶出来 做一个空间 到时候可以办公用 也可以居住用 这里地砖呢 跟里面的地砖是一样的 料已经全部上上来了 这上料的话也非常省事 后面就是大路了 直接小雕砖全部雕上来了 这进行的速度确实是非常的快 今天是施工的第二天 二楼的瓷砖马上就要贴完了 这师傅还是可以的 我们河北邯郸的师傅 贴完地砖之后 紧接着就是墙面 墙面的话 一楼准备做些中式元素的 做个背景墙出来 二楼的话准备就用集成墙板 来装一下 因为这楼房确实有点潮 我们这边计划呢 是十天以内全部完事 相信这工区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抓紧完事之后 后期来个朋友 包括一些客户什么的 我们就有地方喝茶 甚至有地方做饭 周边的朋友呢 也可以过来找我们玩 我看好多网友私信 我这边的四个庄 旁个庄附近的网友不少 都是可以来我们这里喝茶 来坐坐交流一下 内装这一块做完地面 做完墙面之后 就该置办家电 置办住的用品了 床了 空调了 冰箱 洗衣机之类的东西 包括厨房也得抓紧弄出来 争取十天之内把它弄完 然后我们就要正式 在我们的 根据地入住了 相信这时间完全够用了 这几天大型的天气 确实非常的没热 师傅干活还得开着风扇 确实挺热的 这两三天这变化确实挺大的 第一是收拾出去了 把院子薄荷屋内 然后地砖也马上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墙面弄完之后 相信再过十天之后 这里肯定会来个 内外大变样 等到十天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处 中式小别墅的效果吧 我们下期再见